好 觀眾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2019年就出現的建築物上面有五星旗 死灰復燃嗎 台南市的新營區 因為出現了高掛中國的五星旗 經過了台南市政府查證屬實 是應該列為優先拆除的違建 當時的強制拆除 今天死灰復燃 台南市政府認為 它是挑戰公權力 絕不寬淡 於是公務局已經排定就在明天 要再度執行強制拆除 因為兩年多前 這個地方是傳出 台灣人民共產黨天后宮 高掛著五星旗 民眾當時檢舉 台南市政府調查 認為這個地方又違反了農業 宗教相關的法令 所以屬於優先拆除了一個建築物 那麼2019年9月20號 執行強制拆除違建違案之後 同一個地點再度出現 台灣人民共產黨以鐵皮屋 重建的建物包括五星旗飄揚的事情 當然會指相關單位之後 決定在明天要執行強制拆除 來我想請教公權力 當然絕對不容 寬帶不容挑戰 停飛 為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 我想我們要先講這個背景 這個所謂的台灣人民共產黨的 這個黨主席 他是正式的 正式申請我們的一個政黨 那他就把自己稱呼 這個林德旺就自己稱呼是 這個總理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應該看他的背景是 他原本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然後他2016年也曾經投入 這個第一選區的立委選舉 可是當時候因為沒有得到 國民黨的提名 他就份兒就是成立了 這樣的一個政黨 然後自己就是高掛這個五星旗 那我必須說今天從2019年9月20號 拆除了第一次 當時候這個問題會被揭發出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2018年 在彰化的碧云禪室 碧云禪室那時候是 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神殿 大家去供奉的 那時候是彰化的問題 才引發到大家開始注意到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高掛 這個五星旗然後也藉著宗教 去推動這樣相關類似的 所以台灣人民共產黨 這個天后宫才被揭發出來 而且當時候2019年也拆除了 9月20號第一次拆除 可是拆除之後呢 為什麼最近又被發現 因為他又辦了活動 然後辦活動 所有媒體報導出來發現說 哇 這個真的是膽大妄為 好像沒有政府了 沒有政府的原因是說 當然就像小軍剛剛所講的 他不是因為五星旗 現在台灣就是太民主了 所以呢 所有的所謂的一個 各國的旗幟 因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們也不能去阻擋 任何一個國家的旗幟 在這樣子台灣的領土當中去飄揚 但是問題是 你今天你在做一些違規的事項的話 那當然就要查辦 所以我們看到說 他差的旗子 還有他的整個狀態 其實很清楚 五星旗非常的多 可是他最主要是因為違建 這個是當時候台南市政府 很清楚的 他就是因為違建 那如果因為違建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勒令 2月16號正式給了這一張公文 然後要求 如果2月18號以前沒有拆除的話 那當然就會強制拆除 所以今天大概現場 他也自己在做拆除的動作 有做拆除 因為大概如果市政府動手的話 就是全部這個處理掉了 那他現在就是可能要保留一些 他的這個鐵皮屋等等 所以他現在在做處理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我們用這樣的樣板 看到從中國 不論是從藝人 哇 蕭金騰 方方的世界 然後再到這個體育 然後文化界 其實現在是無所不用其極 那今天 林德旺可以這樣的一個 所謂不管你法令的一個規定 而且是大肆舉辦活動 被媒體報導之後 然後有人進行檢舉說 這不就是違章嗎 怎麼還敢辦活動 這才被揭發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市政府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發現說 今天中國已經開始 因為今年的2022的選舉 已經開始在動手了 最近有很多這些案例 方方 蕭敬騰 等等的這一些人 東奧的我們的選手黃玉婷 黃玉婷 好巧喔 你看 怎麼突然之間 雨後春筍一般的 這樣有的都這樣冒出來 為什麼 說實在 這裡面牽涉到什麼 今年的年底 中共20大 20大是中共中央 全力洗牌的時候 負責中共統戰工作的 最高領導人是誰 汪洋 汪洋被傳輸說 他有可能 如果習近平沒有辦法 順利的 在法律上 在黨章上連任上去的話 那可能習近平又換一個名義 然後呢 讓這個總書記 給汪洋來擔任 當然另外一個 這個胡春華 可能會接李克強 這是一般的 這個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呢 這段時間 汪洋急疑做什麼 業績啊 所以你看看這些 包括說 你看 他跟洪秀柱 舉辦一個 這個會談 然後提出說民主協商 然後這個 前幾天 政協報 批評國民黨裡面的暗讀 等等的 這一系列的 都是政協 或者說 他的台辦 在作業績 表示說 他們有工作 有作為 那至於說 真正的對台灣 起什麼效果 坦白講 他最主要是 做給他的領導看的 他不是很在乎 台灣人怎麼看 當然在我們立場 我們覺得莫名其妙 像我這個 以前搞反統戰的 我覺得說 你找方方這些人 等於是在做反統戰一樣 台灣人 就增加反感而已 那為什麼你們還是繼續這樣搞 原因就在於說 他是做業績 給他的領導看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還可以看到 會有更多的 諸如此類的 這種現象